上迷鞋 上迷鞋 上远 红鲁锡兄弟 在迷你演唱会的对决中 可真是撒了个大眼 暂时明显的他们 听说已经在房间里 提前庆空了 红鲁 扎个油 红部长 加油 轮池总导演干得好 哥哥们厉害 我觉得真的领导要放 领导好 好 大家长 我确实没做什么 我们集体的努力的结果 挺好 确实很精彩 乐队厉害 歌也唱得太好 完美的团队 还没玩 灯光跟舞美 我们也要多谢 舞蹈团队 完美的主持人何老师 中午的盒饭 太好吃了 还有这么漂亮的飞行嘉宾 嘉宾最好了 飞行嘉宾 带来了运气 和高雅的艺术 来 走 下一集要不要我再来 要来 当然 每一集 继续在一起玩 一起玩 每一集 好 好 想想看 好 好 好想看盐妮姐跟左耳姐一起录情 盐妮姐是谁 盐妮姐威胸 左耳姐 你要赔我钱 把她嘴咲炼了 这胡那齐兄弟不仅嘴笑开了花 手掌拍的都需要紧急包扎 而五朵青花们 我如何面对这乐厚的图面呢 好 好嘞 突然一下老呆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饿了 可能 对 先吃一点吧 吃点 好笑 好想没羊能吃 谁 糟了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喝完的 好 放个放个放个 好 反正我跟谁接吻呢 跟谁接吻不重要 2024年的第一期对决 找到心仪的对手才比较重要 这次咱们来淘点好彩头 家人们接收你们的刮刮乐 很大一片要刮很久 很大一片要刮很久 刮刮乐 很大一片要刮很久 把铲刀来的 要不要先刮他们的 好 把他们的全部都刮来 淡球腾 微微姐姐 淡球腾 一生有你 那我一生有你 我们队上的是 淡球腾 赢了 谁队谷进去和宋亚轩呢 对 龙黎 电视 我们派出的是 有共情 耶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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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赢了 欲可为独唱 那不用看了 赢了 好狂发的单队 哦 拯救 被拯救 被拯救 哦 拯救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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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都赢了 可为姐 你这布置一下 新年的气氛 马上就有了 当然了 而且我还给大家 准备了小礼物 YEP 质感小粉瓶 录节目 有时候都会熬夜 所以走到哪都带着 对皮肤特别的友好 小小的一支 就有6000毫克 独家定制的 YEP GAGS 胶原蛋白钛 GAGS 可以给真皮层 补充营养 酸酸甜甜的 也很好喝 现在上天猫搜索 YEP 质感小粉瓶 助力闪耀新一年 YEP可是专业的 对呀 吴紧夏日期 还有一轮心 issä 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可给我放到下半场了吗 现在已经有了 八片到后面唱了 对 一达重 这样的男哥 也只有哥就是大哥 我们跟季哥这个都加五分 你们加十分 因为你们是三个人 对 我昨天听彩排很厉害 五五十 不用 我就咱们就七七六 这样 六六八不错 男哥 前两首六你们八 就多两分行吗 但我们是怎么分配分数 有想要再变动吗 我看一下其他 看一看 我有点抓不准 观众的喜好跟共情度 因为上班场我觉得我们 还蛮强的 芒果TV 湖南卫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所以说您收看的是 马兰山视频文创员 开始来见 生生不息家人 出水了 不出 海内存知己 祝福送给你 请允许我在这个 普通的日子里 向全国各族人民 全世界的中华儿女 献上最不普通的问候 现在请所有家人们 坐到舒适的位置 拿出过年的气势 准备收听 中华音乐的故事 五 四 三 二 一 有请生生不息佳年华 主持人何炯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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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帅 欢迎来到生生不息佳年华 很高兴见到大家 我是何炯 这里是由汤城被剑 独家冠名播出的 生生不息佳年华 汤城被剑 小金罐蛋白粉 80%高蛋白 助力营养好状态 我们的节目由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特别指导 在这里表示感谢 今年节目继续在TVV播出 覆盖港澳地区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生生不息佳年华 在上周呢 两个家庭进行了迷你演唱会的比拼 而这个星期呢 他们将要继续迎来下半场的敬演 两个家庭呢 将会通过不同的曲目 从不同的维度来诠释他们对各自主题的理解 我们今天晚上的比拼呢 会分成三个回合 老规矩 这次两家人抽选的主题 与其说是比拼 更像是在搭伙拼桌做大餐呢 五朵金花抽选的主题是 有滋有味 他们把人生境遇的五味杂陈都放进了歌中 而葫芦七兄弟抽选的主题是 有你有我 他们分别用来自对手 来自队友 和讲述友情的歌曲 表达了 你 我 你和我 三层含义 每回合双方演唱完毕 观众二选一投票 获胜方不仅能计下二十分基础分 还能获得汤城杯剑小金罐附加分 反之将失去本回合基础分 附加分也随之失效 而今天第一首歌一定让你大吃一惊 家人们坐稳了吗 首先第一首歌呢就是一个开胃大餐 这是来自两个家庭的友情合作 这首歌曲虽然不进入二选一的投票 但是只要大家喜欢 它还是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声声金曲唱片的曲目 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两个好朋友老朋友 他们是王兴玲和周深 而他们带来这首歌曲呢 被称作是兴玲的又一首养老保险 这首歌是《睫毛弯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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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分别去各自的反间 我们就看前面的两个战队 现在我们是朋友往心里 你走过这条线 那我们就是不要走过 我们就速迪轮 我们一起往回走吧 我们都移轮 因为马上要过年了 我要买年货了 所以我买了很多奥利奥 经典夹心礼厅 礼厅上面有龙凤的图案 今年正好是龙年了 预计多好 这个好特别 那里面是什么 这是龙年的限定版 红色奥利奥 饼皮是红色的 红红火火 这个饼皮也是龙的图案 对啊 还有凤 还有祥云 龙凤城祥 长辈一定很喜欢 这个不错 我也要去买 扭一扭 扭开龙年好运 你看 还有一款是熊猫图案的 带回去给小朋友 好吃又好玩 这一下我知道年货可以买什么了 全家都可以一起分享的 奥利奥夹心饼干 耶 暗示加油 开心就好 行 加油 没事 加油 整就 整就 你好 欢迎来到汤城未见时间游局 我们不让他们看 你一个人 真的 没有 我要去那啥了 要压分 先压分 你去那啥之前 你先那啥了 先压分 我自己压 因为现在咱们不是三轮 每轮至少压一分 所以这轮最多压十八分 十八分 全进 凹印 那我就写写 我们可以不看 偷偷写是吗 对 对 想好了 压进去了 十八分 天哪 接下来我来正式地介绍 下面三个对决其中的第一组 这两首歌从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一边是下雨天隐秘的心事暗暗地说 一边是在灯火辉煌的街头 那种对于情感的撕心裂肺的控诉和爆发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葫芦七兄弟派出来的是 三娃 陈楚生 和五娃 汪苏龙 他们演唱的是来自 大哥的大哥 来自孙楠老师非常大的一首歌 《拯救》 原唱 我拿什么拯救 原唱最好听 这是我们一伙的 但是原唱真的好听 那接下来女生的这首歌曲 是来自Coco李文的代表作 《滴答滴暗示》 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是姚谦老师 她的代表作由 我愿意 有最熟悉的陌生人 而这首《暗示》 也是她用一贯的温柔的笔触 表达了关于爱情的遗憾 其实暗示很火 我们学音乐的 都一定听过 对 我是那个时候 我最早唱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而接下来要演唱这首歌曲的朋友呢 他是 郁可威 而他惊跳诉说的遗憾 是一个从十四岁开始 就有了心中的偶像 但追随了二十四年 却一直没有说出口的遗憾 二十四年 他喜欢的一个歌手 暗示 Coco李文老 挺好 挺感动 接下来有请金曲对决双方 好漂亮 太美了吧 请听陈楚生 汪苏龙的拯救和郁可维的暗示 好 我觉得 难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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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已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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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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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我们这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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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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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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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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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